我要調整一下是怎麼講的 這個有條件機率的味道嗎? 對啊對啊 條件機率就是有P 然後中間有一槓 然後在那裡去交集嗎? 對對對 所以說它是怎樣的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求交集 就是它 你算一下 你given 我所有的 我在某一個位置的 你given 我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上面是我要跳過去的 那你given 我其他的states 你一除 你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一些東西已經消掉了 因為它特別的錢 有些東西已經消掉了 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就是 就是Marco就是 它可以忘記前面的那個影響 那是定義 就是說對 那在自然界 那個Marco的東西是多還是少 OK 好 我先講數學的 然後把它講 你知道那個 那個independent嘛 對不對 那Marco當然是 比independent更 independent 當然就是Marco的一種 那你independent 就是要更 就是說 你除了independent的下一步 就是 你dependent on 就是說最接近的一步 independent是我跟前面都沒有關嘛 那 稍微一般一點點就是 我讓你dependent on前面一步 好不好 好 brown emotion diffusion 都是 所以我本來還有一個要講的是說 我現在學生說我第三次會不會講到 講故事會不會講到 OK 這個問題我 我如果在研究所開始講類似這個東西 我會這樣子講說 我如果給 diffusion也是Marco 擴散過程 那麼 我現在問下面的問題是說 好 例如說它不同的 agrid 對不對 那麼 我怎麼樣加速它 我就問你 我現在有一杯咖啡 我把牛奶加進去 你如果說不動它 你先不管力進一力 不動它的話 那咖啡會怎麼樣 diffuse 變成 uniform 對不對 平均嘛 你把它攪 你攪拌它的話 如果攪拌的方向是對的話 你的wet feed 要對 不然它不會均勻 你如果攪拌的一些方向是對的話 它會比較快 對不對 那你 這個事實上是理論上 我們後來往下做 這個是continuous time 就是 macro process continuous process 的時候 就是說你如果攪拌它會比較快 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 你數學上你要去定義啊 我說攪拌它比較快 你要定 為什麼比較 你要一個比較標準 對不對 而且你證明的攪拌一定比較快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應該這樣講 我說diffuse 在RD上面 你知道這個 數學上在RD 比較少 咖啡杯 有咖啡 那是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有free boundary 旁邊我把那個數學不會做 數學這個bundering都定不出來 但是我的意思是 例如說 我做其他的問題 就在RD上 或者是Tolus上 你可以做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跟你講說 如果你把東西這樣讓它diffuse的話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的隨機過程 叫做 這是reverse 不是in detail balance 物理上是detail balance 這個process 是in detail balance 你一攪拌它這個process 是不in detail balance 你加一個anti-symmetric conservation 所以如果你加一個anti-symmetric conservation 會使得你這個modecarlo比較快 可是 所有的寄存的 modecarlo的方法 都是in detail balance 以Marco Chen來講 所以你知道說 這些人都是 我跟你講講更快 你去做這個analyptus 你只要 而且你很容易加anti-symmetric conservation 這個跟你講很簡單 說我咖啡 我這樣攪拌它就比較快 大家都知道嘛 你為什麼 你這個 deep sample 這些東西你為什麼不去攪拌它 你攪拌它就比較快啊 物理的人說 我要in detail balance 對不對 我說 為什麼要in detail balance 你在做modecarlo my God 為什麼要in detail balance 可是你如果想一下 你那個攪拌的那個東西 只要anti-symmetric conservation 那要waiting 那的話 那就會是比較快 然後數學上不好做的是說 那個不好做嘛 對不對 那數學上比較好做的是 Torres比較好做 Torres這個是甜甜圈嘛 甜甜圈的表面 所以呢 這個問題就變成是說 你還有咖啡 還有甜甜圈啊 咖啡不好做 甜甜圈比較好做 因為甜甜圈沒有包 對不對 甜甜圈的表面 沒有邊界 所以數學的人常常都 都只會做這個最簡單的 沒有變 我咖啡給你 你只加牛奶就會 攪拌就會比較快 你不會震 不會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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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在rd上 在torres上面是可以的 這些東西是可以的 那這個東西是跟 摩尼卡羅是有關 因為你把它變成是麻式過程 那你變成麻式過程的時候 這些都是麻式過程 包括waiting 你攪拌的 也是麻式過程 因為它是一個擴散過程 它也是麻式過程 那我當然是講說 因為擴散過程比較好做嘛 或者是finite stay比較好做 其他的麻式過程 包括不一樣的 這也是摩尼卡羅 就是說摩尼卡羅你不只是 就是不僅僅只要做這個東西 你看你可以有別的 所以你這樣子想的話 你就是說 你把這些算著 把那個marco process 當作是理論上的 本體扒羅 因為你有marco process 你不見得會 會把abrile寫得下來 但是如果你有物理系統 你只要那個state的dynamics 當然就是一個 就是 我這樣講的原因是 因為你如果用diffusion 這樣子去做的話 你就有那個state variable的變化 你有state variable的變化 你只是要把時間移上化而已 所以至少說你背後 有一個state variable在 所以為什麼 你可以跟這個diffusion 或什麼在一起 是因為它dynamics在那裡 你想成物理系統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 你至少你知道 他物理系統怎麼走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 你可以來做multi卡羅的辦法 那我講的 本來就是物理的 所以原因是這個樣子 motivation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能明天開始就比較不好玩 就是定義的 OK 謝謝